建制派很多的立法會議員 今早收到一封由日本寄禮的恐嚇信 裏面的內容有很多辱華的字眼 亦都特別用到譬如票債、血償、暗殺 甚至裏面的內容有一篇是懸紅 叫人去暗殺鄭若華司長和兩位選舉主任 這些行為是非常之幼稚和可恥 香港是法治的社會 所有的公職人員依法辦事是必須受到保護 我們不會容許任何人去威嚇我們的公職人員 我們的選舉主任也都應該在無恐懼底下 依他們的專業判斷去進行他們的工作 整件恐嚇的事件是煽動去殺人 這個是我形容是接近恐怖分子的行為方式 和思維方式 是嚴重的赤裸裸的挑釁我們整個法治制度 和我們整個選舉的制度 我們整個牽證的制度 我們整個牽證的制度